HELLO 各位早上,來到9月14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今日的ET開市直擊,我是Irene和艾爾 今早有紅藝資本投資總監李澤銘和Alan 為大家分析市況解答投資問題 Jocelyn,Alan Jocelyn,Irene 昨晚美國公佈了通脹數據出來表現的參差 美股星期三表現相對反覆一點 行資其實跌跌13時,高水33時 稍後Alan幫我們詳細拆解一下市場解讀CPI數據 以至是港股接下來有什麼焦點要留意 大家有什麼個別股票疑難的話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又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出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隔晚外圍的表現 美國8月份CPI升幅雖然擴大 五大核心通脹就回落到近兩年來最慢 道指高開之後曾升超過120點 氣候轉跌 美段曾跌過8點 收市跌70點 報34575點 納指升了39點 報13813點 標指升5點 報4467點 通脹數據出爐之後 美債息曾回落到4.23的水平 交易員預期聯儲局下個星期會維持利率不變 但11月就有一半機會加息 美匯指數一到逼近105關 歐元和日元都是受壓的 看看焦點的美股 蘋果就再跌超過1% 而Tesla、Meta、Google和微軟就升大約1% Amazon升超過2% 另外3M急跌超過5% 就是表現最差的導致成分股 看看支點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密騰訊ADR自算部318.98 給本港收市跌0.4% 百度比港股跌0.5% 阿里巴巴和京東微升0.2% 而匯豐控股ADR 給本港收市升超過2% 自算部60.32 有幫跌0.6% 比亞迪就給本港收市微升0.1% 未來有2% 我們今天早上做外圍的市況 先看看美股期貨 道指期貨暫時是靠穩的 34,966點才是48點 納指期貨也是靠穩的 我指亞太區股市 大致是向好的 日本市升0.6% 日景平均指數32,913點 升207點 南韓市升0.4% 而澳洲市升0.2% 新西蘭市在偏遠下跌了0.2% 看看恆子黑期 港股今天又不能彈 黑期現在也變得不算很大 就是靠穩升59點 我們先和Alan談談外圍的最新消息 昨晚大家都在等美國公佈的通脹數據 出來了 8月份CPI按年升3.7% 這個數據比7月份 是3.2%的升幅就擴大了 並且略略高於市場 原先預期是3.6% 受理於能源價格大升 按月的CPI也升了0.6% 但這也叫做符合預期 如果說撇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 按年升4.3% 也是符合預期的 但比前一個月的4.7%的升幅 其實是放緩了 而按月的升幅就反而加快 去到0.3% 這個數據比市場預期高 上個月的通脹率高於預期 可否主要是因為能源價格影響呢 聯儲局暫時是否可以靜觀其變 不用說有什麼大的變動呢 如果你說看回每月的CPI出現之後 其實那位加息的機率 其實偏向就不加息那一邊 因為就在1月之前 即是出CPI之前 大概就覺得今個月 即是9月就報過一次的議席會議 大概92%就維持息率不變 那出完CPI之後就變成9.6% 然後我們看回之後那幾個月 即是11月、10月和明年 其實都是偏向維持在現在的息率 那個機率其實開始增加了 而且現在普遍覺得 現在的息率可能會保持到明年中 由明年中的後段 即是6月或者7、8月的時候 有機會是會開始一個下一個的減息周期 這個機率其實是開始有些少提升的 那說回CPI 那CPI其實按月上升 這個都可以理解 因為你看到油價 其實在上個月即是8月份 其實升了很多 那其實大部分的CPI的增幅 其實都是由油價的上升所貢獻的 那雖然你說撇除了能源和食品的核心 即是Core CPI 那其實有部分其實都跟能源相關 因為你如果看回Core CPI 那其實有兩個 driver 是導致整體的通脹上升的 一個就是那個住房的開支 那這個跟租金有關係 那租金就看到美國那邊租金 仍然是在上升 但是那個升幅其實是減慢了的 所以普遍都覺得這個租金 帶動Core CPI上升 應該是去到末段的了 應該可能去到今年稍後的時間 即是來第四季度 即是第四季度 其實整體的租金是有機會見頂回落的 另一個就是一個運輸上的開支 因為運輸上開支的上升 普遍覺得其實都應該是跟這個油價有關係的 因為那些貨車司機個人的交易價 的原因就未必是因為工資升了 因為工資你看回今次的CPI 其實那個 driver就不是佔很主要的 即是可能美國的工資上升的趨勢 其實已經是完結了 之後可能是定了一段時間之後 是在逐步回落的 反而就是因為油價或者能源成本上升 導致整體的運輸成本上升 才拉動了Core CPI 仍然會在四流上 所以未來現在看美國的通脹的情況 就真的純粹看油價的走勢 而油價因為這個人為干預太重 即是沙特和俄羅斯這麼積極地去減產 所以就比較難透過加息去解決這個供應上的問題 所以變成如果是我能源價格推動的CPI 或者推動的通脹可能都要維持一段比較高的水平 可能這個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推斷 其次就有一點需要注意的 就是雖然你看回Foundway Watch 就覺得今年不會再加息 以及去到明年年中的時候 會有機會還有一個減息的週期 但是這個預測往往是出現偏差 尤其是針對這一屆的聯儲局 因為這一屆的聯儲局往往的行動行動行動 是比Fat Fund Future Price 即那個的預測是令得更加積極的 所以我想大家或者一個市場 其實都未完全排除 就是未來可能會加多一至兩次這個可能性 所以雖然你看到Foundway的Future Market 有一定的動動 但是你去到股票市場的時候 似乎大家都不敢在這一刻再下注 如果大家也有玩開美股的朋友的話 這個時候應該是否也要保守一些 還是已經整固了 是否有些之前熱炒概念股又去進取 你自己會有什麼建議呢? 美股其實現在去到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因為剛才也提到大家 雖然你說從Future Market 即各分類的Future Market 就覺得不會減息 就是它的名言之中會減息 但是市場又覺得聯儲局實際的行動 是會比這個預測更加進取積極 所以加多一兩次息的機會 營館是存在 而且實際上是比Future Market 那個Infile的利率是高的 所以現在就未必再這樣下注 就算這樣下注也好 究竟買什麼都是一個很大的關注 因為今年到現在 其實美股尤其是Nextup 絕大部分的升幅 基本上所有升幅都是來自那七隻 那七隻就已經是一個超級擠佣的交易 所以就算是要買 那你只能夠買這七隻 但是你又覺得這七隻真的買得太多 和大家累積那個豪倉太大 所以你再買下去究竟有多少的上升空間 這個是一個疑問 如果你不買那七隻的時候 你又發覺你好像沒有什麼其他東西可以選 因為現在美股好像出現一個斷層的情況 因為以往的美股的話 它有很多的Tiers可以選擇 就是你炒完Tier 1有Tier 2、Tier 3、Tier 4 但是現在你美股你買完Tier 1 你炒完Tier 1之後 你不知道Tier 2究竟是可以買些什麼 因為一下去就只能夠買些垃圾股 因為今年其實美股升得最好 就是除了這七隻之外 就是一堆的垃圾股 甚至垃圾股升幅是更加厲害 所以導致有很多做一些Pair Trader的人 例如這個Long Fundamental 就是基本面比較好的七隻 然後削除了一些垃圾股 結果垃圾股的升幅是比過七隻 所以做一些Pair Trader的人 反而就會因為這個Trader 導致它爆破倉 所以現在炒美股是真的出現一個尷尬的情況 但是你說短期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回落空間 大家又見不到 因為大家都見不到有一個很大的潛在風險存在 除了Apple 因為Apple 如果你從一些顯身工具的 或一些option的情況去看 就發覺由上星期開始 不然累積了很多關於Apple的淡倉 有人覺得可能是iPhone 15出來之後 就令人失望有少許關係 大家都沒有太多換機的意欲 其次雖然中國外交部沒有這條相關的法例 說要禁止使用iPhone 但是普遍市場都認為這個是一個趨勢 或者覺得中國政府會這樣做 如果真的禁用iPhone的話 對於iPhone在華 在內地的銷售應該都是一個比較沉重的打擊 變成了有一個比較大的批評 可能現在就先離開蘋果這些 我想地原政治風險比較高的一些企業 其他就暫時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向 是 蘋果其實我想都不少人是作為一個中長線投資的一個選擇 好像你剛才都說過 雖然外交部否認了 但是最新的事態發展 我都去說一下 其實 八公那邊都有一個出聲的 都有出聲說 關注中國蘋果禁用令 認為是一種報復 我們儘管就是 蘋果灣主人的事態發展 有沒有中美的角力可以緩和一點 但是蘋果的股價的話 你說現在就可能未必好像 大家好像之前有一個信念 去鑽馬下去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來到這個位置 你看到誰會再向下試 哪個支持位會比較大呢 蘋果股價 其實真的比較難 因為大家都覺得現在只是 蘋果調整的開始 這件事其實都是持續發酵的 兩件事都在發酵 第一個就是iPhone 15出來之後 令市場失望 因為本身這部新機已經不太吸引 再加上有關注的情況下 華為Mate 60 其實在內地極度受歡迎 這個我想對iPhone 15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再加上很多其他品牌的旗艦機 都會在這個時間出 所以因為現在新的iPhone 15 就被譽為好像近幾代 是最沒有驚喜的一個新iPhone 變成如果iPhone 15的訂購量 令市人失望的話 我想對於蘋果來說 股價的傷害都應該挺大 因為很明顯 現在這一刻 蘋果已經穿了之前 穿了上升軌道很久 變了再向下的話 雖然有少許可能形成一個雙底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一刻 那個價格可以受得住的機會 也未必是這麼大 所以除非你要做淡 若然不是你打算撈貨的話 我想這不是一個合適的時間 至於其他 那幾隻暫時來說 比較普遍一點 或者穩固一點的交易 可能都是一些short call short put 這類這樣的trade 就是覺得他們都是一個高位的整固 變成你做好做淡 好像沒有特別有肉食 所以唯有就靠這些short call short put 這些這樣的trade 去可能有短暫莫利的機會